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剑翘岩》 大家还记得吧 那今天咱们要聊一聊这个手肘部位容易出现的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视频 我们视频当中的这位朋友就是肘部出了一些问题了 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先来看大屏幕 赵阿姨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 每天都要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 尤其退休以后 赵阿姨的家更加干净了 地上擦得能照出人影 看着窗明激进的家 赵阿姨就心情愉快 可好景不长 有一天她擦地的时候 肘部突然出现一阵疼痛 一开始她没有在意 没想到后来疼痛越来越严重 不但擦桌子 扫地 端锅 拿碗 拿盘子 这些日常家务做不了了 甚至连抬手臂 穿一些毛衣等厚衣服都做不了了 后来去医院检查 才知道是患上了严重的网球肘 赵阿姨觉得自己从来不打网球 也没有受过外伤 为什么会患上网球肘呢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问题 听说过的举手 我看看 还真的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听过 好 谢谢 请放下 我们四位嘉宾有没有听说过 有 网球肘是什么 说实话我觉得她应该是打网球的人 会得这个兵队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一直就这块 包括剑翘 包括这个肘部都会疼 但是你要让我判断 是不是自己是网球肘 我还真的说不好 刚才那个阿姨说她 她干活 她端锅 我特别爱做饭 我爱吃 但是就是有时候这锅沉点 或者里边装着东西 我颠锅的时候 稍微有点 就是吃劲 吃劲嘛 但是我打网球 你这是耍帅肘 不是 但你要是打网球 我就不太喜欢这项运动 其实就是不太喜欢运动 我不太喜欢 只喜欢吃 我听出来了 对 看到王全来一直看你笑 有没有这种肘部不适的状况 是 我也有肘部不适的状况 但是我主要是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 做这个哑铃弯举的时候 然后突然就感觉肘部这得比较疼痛了 拿一些稍微重的东西 就会觉得肘部很不适 有胀痛 酸痛的感觉 基本上一些重的体力活 可能都做不了了 轻的呢 也只能挑减着一些去做 那您打网球吗 不打 我觉得他这个叫什么 他是耍帅肘 是吧 他这个就是叫哑铃肘 不是 我跟你说 你不是 是他举太沉了 我太沉了 我也举不起来 我胳膊也走 那王全来也属于在健身房 要耍帅 对 也是耍帅肘 所以说这个举锅 还是举哑铃 都是因为太重了 对 太吃力了 对 没错 阿姨呢 有没有这种状况 我也是 原来就觉得这儿不舒服 有好长时间的 但不知道是什么 那个网球肘啊 后来呢 最近它就严重了 在拿壶啊 或是扫地啊 就觉得这边就疼痛了 我再一看这边骨头 好像跟这边就不太一样了 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突出了 跟这边不一样 变形了 网球肘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 专门对付网球肘的专家 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大学 第一院骨科 副主任医师张道俭 掌声有请 欢迎您张主任 你好 欢迎欢迎 这位 大家好 小明文总 首先要问您的问题 就是这个网球肘 它跟打网球 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其实这个网球肘啊 这个概念最开始 这个命名的话 就是因为发现这个疾病 好发于热爱打网球的这些人 有些网球运动员 还有一些打羽毛球运动员 容易得这个疾病 然后呢就命名为网球肘 其实在门诊的患者当中 更多见的得这种病的呢 是一些家庭主妇 特别是那些勤劳的 特别爱干活的 那些家庭主妇 爱干净的家庭主妇 这个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为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的肱骨 这就是我们肱骨 咱们的这个上臂 上臂的骨头 主要这么一根骨头 在这个肱骨的 靠近肘关节的地方呢 有一个外侧 有一个凸起 这个骨性结构 叫肱骨外上科 我们这个手腕 这个身手腕的这些肌肉 叫做止身肌 或腕身肌的肌腱 主要的止点 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在做 手部动作的过程当中 不可避免的 就会牵拉这些肌肉 这个肌肉呢 它一个止点呢 就会产生一个 疲疗性的炎症 打网球的人 他做这个反手 好多这种动作的时候 这个肌肉牵拉 会在这个地方呢 牵拉产生一种 无菌性的炎症 我明白了 网球运动员是打网球嘛 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阿姨们 在家做家务 比如说拖地啊 对 这也是在动 包括擦桌子 擦灶台啊 擦灶不是 颠勺刚才主任说是反手 颠勺是正手 是正面 但是你也用到这里 也不是 其实这个 这个网球肘 它是因为 只要你用手腕这个动作 我们说这个 这个肌肉 伸肌主动使劲的时候 是打反手的时候 它使劲 但是你在做这个曲肘的时候 它背部的肌肉 也在使劲力量 因为这个 咱们这个动作 它叫一个偶合的 这个肌肉群 背侧的叫伸肌群 掌侧的叫曲肌群 在你做曲肘动作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也牵拉这个 背身肌肉 它也在使劲 但是使的劲 不像反手的时候 用劲那么大 所以也会产生这种 疲劳性的炎症 就是说我们说 打网球的时候 这个肌肉特别紧张 用的力量特别大 有时候那个网球 那个球的速度非常快 对 所以它的胳膊用力比较大 那个时候 对这个直脸的 牵拉的 这个损伤比较大 但是架不住 咱们家庭主妇是 每时每刻 你可能每天 每天都要这么擦 一种累积的这种 微小的这种 力量的刺激 也可能会导致这种 这个肌肉止点的 一个炎症 有些人可能 运动员可能 这个急性的损伤 但咱们家庭主妇 带来的是一种 疲劳性的 持续的这种刺激 引起这种 无菌性的炎症 哦 原来如此 那我本身就特别爱 做家务 停不下来的那种 所以可能也会 有这样的风险 因为它一直在 一种疲劳的状态 对 网球者 本身是一个小问题 但是你不注意的话 不做这个保护的话 有可能变成一个 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像咱们前面那个 这个片子当中 一个赵阿姨一样 她在得了 这种症状之后呢 没有一个 彻底地去 这个诊断 治疗 会导致这个症状加重 到后来她自己 没法穿衣服 没法拿水杯 所以这日常生活呢 严重受到影响 特别我看到那个 我那个特别严重的病人 她这个手都没法端起来 空的都没法直起来 所以对她生活影响非常大 那接下来 今天我们的四位嘉宾 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们要来给大家检测一下了 谁得网球肘的风险最高了 我们来进行第一轮测试 一周加物量的测试 主任给我们布置的 这个检测任务 就是大家一周的加物量 对 您为什么要出这个题 这个题究竟跟我们的网球肘 有多少关系 这个就是说 其实现在除了说经常打网球的人之外 日常当中临床见到的 主要就是说这些勤劳的 爱干净的这些家庭主妇 所以通过你判断你每周的 这个加物量的量 就可以判断你这个换网球肘的风险的高低 我们来看一看一周之内谁做的家务最多 来 云锦 请量结果 我就是周一到周日都有拖地 然后擦桌子我都是周一到周天做 我要说一下为什么我会是有这个家务量 就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两岁多一点 所以呢我就要保持桌面的干净 因为他会随时抓东西吃啊 然后爬呀什么的 你还要保持地面的干净 对呀 就孩子他是随时随地 会给你吃东西撒满地呀 然后他的玩具会乱丢啊什么的 然后除了我教他 要跟妈妈一起收玩具以外 大部分时候还是我主力地在 就是收玩具 然后把地上的要扫干净 然后还要擦一下 就是完全是为了孩子的健康着想 然后加上我本人非常的喜欢干净 主要是你本人非常的喜欢干净 因为我觉得很多妈妈就 看不见 看不见 没关系 你擦桌子擦成什么样呢 我大概三遍吧 三遍起 嗯嗯 就比如你有油 我就先拿那个除鱼的那种湿纸巾 先要擦一遍油 然后再去摆抹布 热水的抹布 然后再擦 擦完了以后再要摆一次 然后再擦 这个桌子才能擦干净啊 贤气的凉起 是不是宋阿姨 没这么讲 就抹一边就完了呀 那上面 那个上面都有那个水痕啊 然后那个油污 还有吃完饭的味道 你都得把它擦干净啊 你这不能做大堂经理 你这么干的 家里头得 得一个人 你一个人干活不行 你得一堆人都给你干 一遍一遍地擦 你这要求太高 王楠你别说别人了 你嫌弃他这种工作方法 你看看你自己的 我跟他正好相反 我全空白吗 不不不 我做饭 我一天到七天我全做饭 但是我不擦桌子不擦地 哇 阿姨是全寝吗 全寝吗 不是 阿姨周日不做 阿姨周日是休息的 您这上班啊 上班前班 现在不是五加二 您怎么六加一啊 这事我没有写几顿饭啊 没做三顿 一天基本上是一顿到两顿 阿姨 您这擦桌子 擦得有云紧那么讲究吗 没有 没有 他这样 肯定特别早就在得 我就知道 你看 你看这不擦空气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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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的拖地呢 拖地您有讲究吗 拖地我拖得比较认真 我拖地拖得非常认真 我是要先拿洗洁精 或者巴斯拖一遍 对 然后再拿清水拖两遍 对 那我拖地没有你那么夸张了 我说一下 我希望我的爱人 看这期节目 好 王强来你呢 我做家务做的并不多 偶尔做 主要是擦桌子 饭后 因为做饭是我爱人 他来做饭 我基本上是饭后 做一下擦桌子工作 然后呢 偶尔做饭 因为他加班的时候 会不来 实在是没人给你做了 你只能自己做 主要是给孩子做 所以这块 我也希望我带着 多看看这期节目 不不不 体谅宋阿姨 还有我 就能体谅你的太太 你要继续多擦点地 多干点别的 你就画了两三个沟 你觉得这期节目 还有必要让家人看 是啊 所以说嘛 我应该叫雅灵咒嘛 他有劲就锻炼去了 他不干活 有劲你多拖拖地啊 这一轮测试 我们先来看一下 结果 好 来 勤劳的小蜜蜂之 好 阿姨是经常做家务 高风险 王楠经常做家务 高风险 云景经常做家务 高风险 王全来 偶尔做家务 第一风险 实际上 我们说人体的各个组织 各个部位 它都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就是说 很多 其实我在家里人也是 我那个 我的岳父也特别爱干净 他经常也自己 他不是拖地 他有时候要蹲下来 用抹布来擦地 那个更累了 他觉得地上 这个有些脏的东西 拖完了之后 拖不干净 他需要用抹布来擦 需要擦得很干净 他要对着这个阳光看 地上 确实没有灰 他才觉得心里舒服 所以有时候我就很不理解 我说 你这么大年纪了 你非得这么去干活 他就觉得别人干活 他不放心 他自己擦完之后 他心里舒坦 就是跟人的性格有关系 但是 无形当中 做家务的越多 你这个肌肉 就是你在心情舒畅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这个肌肉 在疲劳 和疲劳 肌肉在不断地运动 带来的你这个 肱骨的外上科的这个指点 它得到了好多的刺激和牵拉 这牵拉 就是说这个 架不住日久月继 这种肌劳成疾 就是次数越多 刺激越多 它就容易产生这种 无菌性的炎症 我们叫 肱骨外上科炎 也就是个网球肘 所以说 相对来讲 做家务越少的人 像咱们这个嘉宾里边 这个王全来 他做家务少 他这个得网球肘的这个几率就小 像这个宋阿姨 还有他们那两位 他们一个是做饭的 一个是擦桌的 擦地擦得多 他的量相对地比较多 比较频繁 而且每天就要多做的话 他这个肌肉 这个指点 得不到休息的话 得不到休息 就容易激劳成疾 家务量越多 可能得网球肘的这个几率越高 而且我们在门诊的过程当中 看到患者当中 一般的都是这两位爱干净的 爱劳动的这个家庭主妇 我们第一轮测试就有三位出现了高风险 怎么样 虚了呀 虚了啊 没关系 我们接着来检测 做好准备了没有 好的 第二轮检测 马上开始 这一轮的测试呢 也非常的简单 要做伸手臂握拳测试 怎么伸手臂 怎么握拳 请张主任来为大家介绍 就是把两个胳膊伸直 放平 伸直 两个胳膊吗 对 完全伸直 然后呢 你开始握拳 握拳 怎么样 握紧 对 握紧 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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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时候就体会一下 看看你每个人的胳膊的 有没有疼痛 有没有 这里有没有疼痛 我们先问问 我们现场观众朋友 有疼痛感的举手 是以我 有 有 还有 有四五位 来四位 有什么样的感受 王楠你怎么了 没感受 这怎么能疼呢 我就不理解 我是 我是这个地方 手臂 疼痛 就是这样 捏很紧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里 对 包括我这儿都有一些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 就是像那个运动 那种酸胀的那种感觉 这个能疼 能 阿姨呢 疼 疼 阿姨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 就是这个右手 伸直还马马虎虎 但是这样一转上拳 马上前拉到这个走步 就觉得疼 我就用不上力就觉得 我这儿一伸直的时候呢 明显能感觉到这个 肘部这儿比较紧张 如果一握拳握紧了 会觉得上面这个肌肉 会觉得有酸痛的那种感觉 所以还是有一点疼痛的 这一轮测试 我们先来看一下 结果 来看大屏幕 好的 那么所以说 又出现了三位高风险的朋友 那这个检测 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在检测什么地方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养生故本健康人生 无限级独家冠名 由吉林敖冬安神补脑业 特约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那这个检测的健康人生故本健康人生 有些这个网球肘 有些网球肘它可能不是很典型的时候 它感觉的不是这个地方的疼痛 它感觉是这个前臂这个地方的酸胀 不舒服 对 实际上就是我们叫前臂的身肌 就是肌肉的一个炎症 因为网球肘并不是说都那么严重 有些人可能是一个轻度的 早期的 有些还有比较严重的 有些胳膊伸不直 伸都伸不直 一伸直它就疼 就那个宋阿姨表现的是这个 肱骨外上科这个地方的一个牵拉筒 像这个云锦说的是前臂的肌肉的酸胀 像那个王全来说的也是 肌肉的一个牵拉的一个酸胀 他这个健身的上肢训练比较多的 我们说这个网球肘 我们说这个 它是这个手腕的肌肉 就你用手腕用的比较多的 我像这个菊亚铃用的比较多 练亚铃 就是老曲肘的 或者要练这个动作的 这动作比较多的 就对这个肌肉的指点 有一个非常多的刺激 有时候就出现了一种疲劳性的炎症 其实骨壳的好多的炎症 都是一些疲劳性的炎症 就是由量变到质变 你可能比如说 我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走路平时走的不多 我可能不太疼 它走了多了之后 脚跟 脚掌 都会出现一个疼痛 就是一个累积的疲劳 累积的一个刺激 由污到有 就是量变到质变 量变到质变的关系 对 所以这一次的检测呢 我们又有三位是高风险的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确诊测试 这个测试的名字 很有意思 叫做手腕抗阻背伸测试 这个实验实际上在我的医学上 它有一个英文名词 叫Mills 征 Mills 征 对 它Mills 征 它这个实验就是 在你手腕 做一个对抗背伸的过程当中 引起了这个肱骨外伤科的 一个疼痛 就叫这个实验是个阳性 如果你在做这个 对抗实验的过程当中 这个地方没有出现疼痛 那这个实验叫阴性 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是让你的身肌的这些肌肉 主动的使劲 它在牵拉 起到一个对抗作用的时候 它就牵拉 牵拉的时候 对这个肱骨外伤科 它这个肌肉肌腱的质点 产生一个牵拉的作用 是一个主动的牵拉 这个时候 一般有网球肘的 这种症状的病人 都会导致这个地方 出现一个疼痛 疼痛加重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 临床上用来 基本确诊 这个网球肘的一个 典型的一个实验 这个地方 摁着它往上翘 这个地方出现 那您在文诊 给病人看病的时候 是不是也就通过 这个方式来确诊的 对 一般有两点 一个是压痛点 就在压的这个 肱骨外伤科 这个骨性突起的 这个肌肉和肌腱的 指点的这个部位 另外一个 就做这个实验 我们要请张主任 移步到我们的嘉宾席 来为每一位朋友 做确诊 好不好 来 尤其 这个实验呢 是我们这个网球肘的 一个特征性的实验 它实验呢 就是你要曲肘 然后呢 手呢 握拳 这时候呢 我要手掌呢 背对你的手背 然后你的手 手腕呢 往上翘 对抗 对抗我的手 这个地方 这个推抗的过程当中 我还是就是 还是这个地方 还是这个前臂 这个地方 我按着这点疼不疼 有点疼啊 然后呢 你现在在做这个动作 有没有加重 有的 然后我这里 还是这里最明显 然后扯到这里会 对 这样 这是一个 也算是 这个算是阳性 云井 阳性 大概你这个 首先我按一下 你这个实体 这个地方 疼吗 触电了 这就是肛肛外上科 这是来握拳 然后来对抗我的手 这个症状 不加重 不加重 你这按着我血肥了吧 对 它这个实验 应该算是阴性 这个地方按得疼 疼 是吧 这个一按就疼 这疼了 让你再握拳 来顶我的手 这样 疼吗 疼 是吧 对 对 这是一个 就是往上翘的时候 这个肌肉是使劲的 所以会出现一个 这也是阳性 这个地方有点肿 有点肿胀 有点肿啊 对 对 有时候炎症比较重的话 会出现一个局部的肿胀 有些人 严重的还会出现一个 局部的一个钙化 就是钙化点 就跟骨性结构一样 就能够 这个S光上能够看到 会有些小的白点 就跟咱们那个墙上 那个石灰一样那种 组织结构 有的时候像牙膏一样 那种的东西 在里边形成 就连碰都不敢碰 所以阿姨 宋阿姨刚才说 她觉得她骨头增生了那种感觉 其实不是 是她肿部的吗 她是局部的炎症的肿胀 机械 对 这儿 按着疼吗 好 来 按着这儿 使劲 翘手背 手腕 这样疼吗 疼 能明显感觉到疼 明显感觉到疼 对 是什么样的疼痛呢 有点发胀 酸痛 有点感觉 好 谢谢主任 好的 那么刚才我给大家说过了 这个试验呢 就是可以确诊的 那是不是说 网球肘的病人 在您这个试验当中 他是无法完成的 对 好多患者是 一个是他不敢这么使劲 一使劲 他就疼得严重 所以如果说 你再给他一个力量 让他对抗这个力量 他更难完成 所以他这么一做 他就疼得比较严重 网球肘 说谓是肘 实际上它是因为 用手腕用得比较多 这样的人群 就是实际上我自己 我要自己按着我这个地方 也有点酸疼 因为我平时也是 手术做的比较多 平时做我术的过程当中 手腕用得比较多 我们骨科手术 有时候需要用各种的器械 需要用劲 是一般手术大夫都是这样 然后这样 然后是给递那个钱 是这样屈身动作太多了是吗 对 因为手腕用得比较多 我觉得影响特别深的实力 他是一个普通外科的一个大夫 他每天要做这个 辅腔镜的微创手术 两只手就拿着一个镜子 一手拿着一个气血 一手拿一个镜下的一个 单独的一个刀 看着这个显示屏 就在这做 胃的手术啊 胆囊的手术啊 整天这个胳膊就是端着的 所以他这个 虽然利用的力量不是很大 但他这个肌肉在不断地在牵牢 一直在疲劳作业 对 一直在疲劳作业 而他手术又比较多 所以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他两个胳膊这个地方 网球肘子特别重 他用各种的治疗方法 后来我就跟他说 你要想把这个病治好 所以把手术停下来 但是那么多患者 他又没办法 所以他就特别地苦恼 所以自己用了 各种的治疗方法 后面我们还要再讲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看 刚才试验的结果 来看大屏幕 好 来 阿姨是肘部有压痛 王权来肘部有压痛 云锦肘部有压痛 王楠 肘部无压痛 好的 那么通过这样的描述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 把高风险的朋友 给界定出来了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现在就到了我们的爆灯环节了 请爆灯 云锦阿姨还有王权来 王楠顺利地干嘛这是 躲过一几 在安全的区域 对 对 宋阿姨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 相对比较重的一个网球种 云锦呢是相对 也应该确诊的 一个中度的一个网球种 对 王权来呢 也应该是一个中度 偏轻一点的一个网球种 那么一旦确诊了网球种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缓解呢 其实前面我说了 这个网球种实际上是一种 疲劳性的炎症 对 所以怎么让它不疲劳 就是一种治疗的方法 别干活了 就是首先就要 走过你的肢动 让你的肌肉不使劲 让它放松 但是有一些家庭主妇 他是闲不住的 对 你停不下来 你要让他不干活 不去擦那个桌子 不去刷那个碗 他会觉得不舒服 就根本停不下来的节奏 而有的时候 妈妈是被动的 比如宝宝说 妈妈抱 那你怎么办 你就得一直抱着 妈妈也网球走 妈妈鼓抱 我有一道 不是刚才说做饭吗 咱们中国这做饭 煎炒烹炸吗 我以后不炒菜 我只炖 对吧 炖一锅 不煎勺了 这事能解决不 对 这样我就不是高危了 还有一个方法 外卖 大厨都往前扰了掉 我们也要照顾他人 对 如果真的休息不了的话 我们就尽量地制动 怎么制动 就是通过一些辅助的一个工具 或者一些器具 来帮助你的肌肉 实力是少一点 对这个局部的刺激 减轻一些 像我们可以带一些护肘 护肘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请这个工作人员 给我们拿来看一看好不好 好 来 有请 这个就是护肘 护肘 对 看起来很简单的样子 你先在我身上试一下 这是一个 比较简易的一个护肘 突然间感觉这里好沉 好沉 就是就像两只手 把你这儿给攥紧了 然后你这儿就觉得懒懒的 像有胶给你封住了一样 我觉得什么动作都做不了了 你试试那个擦桌子擦地的动作 擦桌子现在就很别扭嘛 就真的只能这样 因为一直是这样的嘛 那这样的话我就很难受 因为如果我擦镜边的 我就得这样 再擦圆地得那样 所以就不想去干活了 我觉得这可以人手来衣服 这个挺好的 不过也挺舒服的 因为这样会吃劲 对 它一个是 这个会给你肘关节周围 加了一个保护 带来的你这个肌肉呢 它在你做动作的时候 肌肉的使得力量就会降低 对 局部的炎症 就会有点 对 这个刺激会减小 就相对来说要轻松一些 对 就像我们这个腰不好 我经常会带这个腰托 这样的话就给你像这样 撑住了 捧住了 对 你的这个力就不会那么地重了 对 就它把这个力量 给分散一下 让你的肌肉 对它的刺激会减轻 当然我们这个网球肘 还有一些 这个通过肌肉的训练 让它的炎症 慢慢消退的一些方法 这个呢 我们医院的 康复医学科的 罗生主任比较在好 那么有请 罗生主任上场 好的 掌声有请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养生部本健康人生 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那么刚才三位确诊了 有网球肘的朋友 我们赶紧下来 跟主任一块学习一下 好不好 好 来 有请 接下来我们进入 康复训练环节 好 来 有请主任 今天呢 我教大家两个动作 这两个动作呢 相对来说 在家里做比较安全 而且大家很容易掌握 网球肘呢 是我们的训练 是练的换侧 哪侧有问题 我们练哪侧 首先是第一个动作 叫柔韧性的训练 非常简单 把胳膊伸出来 然后用比方说 我的右手是我的换手 然后用你的肩侧 然后帮着做曲腕 这么一个动作 然后感觉到这个 身侧肌肉的一个迁拉了吗 对 有拉伸的感觉 对 对 对 然后如果对于 有些患者来说的话 他可能这个疼痛 会比较明显 那你迁拉的强度 就不要太大 但是疼的话 我们也可以迁拉 对 轻度的 轻度的 这个动作是练我们什么地方的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身肌的一个牵拉 因为在我们得了网球走之后 由于疼痛 可能造成肌肉的一些筋卵 然后可能病人会觉得 肌肉僵硬 压着有一些疼 然后甚至加重的时候 还会就是因为 这个反复反复 这个疼痛越来越重 所以通过这个牵拉 可以增加肌肉的延展性 也就是柔韧性 然后并且有那个缓解炎症的 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说在我们家里做 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我来看看 好吗 这个最好用手 扶着手掌 这样有的病人 他可能光做那个手指头的话 会比较难受 而且不太好做 扶到手掌 可能更好用力一些 就是面积更大一些 对 那如果说我们觉得 有疼痛感了 是要去继续努力 还是说可以放松一些 放松一些 就是刚才说到 可以有轻度的疼痛 但是不要引起过度的疼痛 轻度的就可以 他这样做行吗 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的 谢谢 阿姨感觉怎么样 有点勉强 我怎么觉得 一做完这儿 有点凉凉的那种感觉 凉凉的 是一种舒适感吗 还可以 因为刚才您说 对对对 有一些疼痛 一定不要使这个疼痛 过于强烈 有一点点是可以的 这样坚持多久 都是签10到15秒 10到15秒的时间 然后放松 对 然后再来 一般来说呢 就是我们每一次 就是先拉到 我们觉得合适的地方 然后维持 10到15秒 每组做三个 每一次做三组 每一天做个两到三次 就是这会儿就感觉 这个地方 这个 有一些圈呢 生肌 对 生肌 生肌舒展了 真正的伸开了 好的 这是第一个训练 第二个训练是什么 主任 第二个训练 其实就是一个激励训练 虽然说我们这个肌肉 就是由于反复的老损 它出现了炎症 但是在我们有时候 会因为制动啊 休息啊 导致这个肌肉 出现萎缩啊 更加无力啊 所以说我们要保持 一定的肌肉力量的 一个练习 所以说我们会做到 这个肌力训练 我们这时候 可以在桌子旁边 去完成这个动作 好的 那我们请三位 先回座 来完成这个动作 来 有请 现在要休息一下 喝点水是吗 不是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训练动作 叫身机的一个 静态的肌力训练 具体呢 其实就是需要一个矿泉水 当然这个大小 根据自己的能力 一会儿我再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坐在 桌子边上 把胳膊呢 放在桌子上 手腕垂在桌子圆以外 然后握住这个矿泉水 然后保持 主任您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姿势是不是准确 我觉得主任 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不是这里 是从这个大臂的内侧 开始一直延展到这里的 是不是这个桌子太长了 对 得够不着 您可以这样 站到这一面 好嘞 吃一下 会好一点吗 对对对 这个这儿就没有钱了 所以这个就是 对这块肌肉的一个 静力性的收缩的一个训练 强度比较低 所以大家在家里可以训练 就是为了避免 这个由于制动啊 休息啊 导致的这个肌肉的萎缩 哦 明白了 这个其实也是在练肌肉是吗 对 这就是一个肌肉的力量的试练 也是练的这一块 身肌的肌肉是吗 对 没错 10到15秒就靠着 好 不错 怎么样 可以可以 全来你有没有感觉到会有疼痛 疼痛没有 但是会感觉 你有点抖啊 感觉肌肉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它为什么会有抖呢 可能还是因为这个肌肉的激活 本身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它最好先多做一些牵拉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先放松 那这个动作会不会有人做的时候疼呢 会有的 可能有一些程度比较重的患者 他会出现一个疼痛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个矿泉水水平变小一点 或者是把里头的水倒出去一些 就是让我们这个手握的这种负重少一些 这样子的话来逐渐地进行一个训练 所以我们的原则是 任何的训练都不要导致这个疼痛的加重 可以有一点点很轻微的一个疼痛 但是不可以太严重 如果说在这两个动作也是出现了这个疼痛啊 或者是不能坚持下去啊 这种情况的话 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好的 那么这样一个动作每天做多少下 这个动作呢维持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 十到十五秒 每一组做三回 每一次做三组 维持九个十到十五秒 然后一天可以做两到三次 好的 掌声感谢罗琛教授 谢谢 现在感觉是不是 刚才得到了锻炼之后 现在要轻松很多 那说明是不是大家这个网球肘的程度 还不是那么严重啊 对 但是如果有严重的朋友 是不是可以去打一针封闭啊 是的 实际上这个封闭治疗 对这个疼痛的症状缓解的是特别好的 像我们好多运动员 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 肌戒炎啊 根戒炎啊 各种炎症 疼痛非常严重 影响他成绩的时候 为了参加比赛 坚持 可能打一针封闭 但是这个封闭到底是什么意思 您能不能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封闭这是一个咱们俗语 实际上封闭是一种消炎止疼的一种注射疗法 它有两种药 一种是麻药 麻药是来止疼的 还有一种药 就是我们常说的激素 激素里的药 在打封闭的过程当中 激素可以起到一个消炎的作用 降低的炎症 然后呢 所以如果你这个网球肘 特别严重的时候 各种保守治疗方法都不能缓解的时候 可以选择这种治疗 在你这个疼痛的最疼的部位 通过注射的方法 打一只封闭 但是这个封闭不能够经常打吧 对 打一针是不是要隔很久才能够打 对对对 因为这个封闭里边这个激素 大家知道这个激素 它是一个双刃剑 这个激素呢 它可以消炎 同时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会导致你这个局部的组织的血供会下降 营养会受到缺失 本身咱们这个人体的组织都是 像这个肌腱啊 肌肉啊 都是有韧性的 对 有一些弹性的 它周围的 有一些比较丰富的血液循环 这个激素注射完了之后呢 炎症消退了 同时呢 也导致它这个韧性下降 变脆了 然后呢 导致你这个肌腱 它的蜕变 会有加快 所以说 如果你经常注射这个封闭的话 会导致局部的这个组织 缺乏营养 蜕变加快 有些人特别严重的时候呢 可能会导致一个 自发性的一个肌腱的撕裂 断裂 一般的我们临床上 用的这个中肠效的激素 要求至少一个月以上 才能再打一次 但是我不介意大家 打得那么频繁 有些人就是过半年 或者一年 再打一次 就是不要太频繁 太频繁的话 会导致这个局部组织 蜕变加快 组织变脆 有一个成语 大家非常熟悉 叫骨弓之臣 对吧 这个骨是哪里 骨是大脚 对 弓是哪里 弓是上脉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这个网球肘的 容易病变的位置 对吗 对 所以这个成语 就表现出这种重要性 那么这个公布 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这个网球肘 看似是一个 不太大的问题 很多人也容易忽视 但是经过您的讲解之后 我们发现 如果不及时地发现 不及时地干预的话 它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所以还是要做到 早发现 早治疗 节目的最后 感谢张主任的精彩讲解 谢谢您 谢谢大家 也谢谢现场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下期节目再见